什么不良那个习惯吗 吃了还饿着是不良习惯 不打麻将 不抽烟 不喝酒 只奔叔叔的意思吧 你要不要彩礼 你要给多少 我就能要多少 你要不给年代也没办法 做饭洗衣服没问题 做饭洗衣服没问题 我吃饭还没问题 吃饭就比你吃得多 是不是身体状况是不好 身体状况是好 现在发生育我是不能生育 天天 你吃不吃药 我一年我都不吃一片药 我二年都不吃一片药 我给你立卡 一年给你存五千 你没有零花钱 我再给你点零花钱 好 收工你们 你曾经得过什么病吗 反正目前现在没啥病 这末后我不知道 没有什么大病 我卧床了 也没守过树什么呢 也守树过 做过绝育 做过绝育 绝育 绝育 我这身打扮漂亮 哎呀红红红的真挺好看的 那我挺喜欢你的怎么办呢 可以相处吗 那么咱们握握手 拥抱拥抱好吗 握手就可以了 握手就可以了 拥抱就不要了 您这么封建吗 不是封建 我就要亲戚嘛 受不了 受不了 你有点太开朗了吧 从你出场的一瞬间 就让我眼前一亮 你的身高体重 就是我要苦苦追寻的那个人 我愿意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我愿陪你到天涯海角 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外面 我是熊大木笔下的木贵英 领尊挂帅 驰骋江场 在家里 在老公面前 我又是曹雪芹笔下 若柳浮风的林黛玉 这个咱俩的文化差异太大 我就是出动声 婚姻与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 修炼内功 我不想给我未来的他 任何一丝丝的压力 这位先生就是外表挺好的 身材长得挺漂亮的吧 早早饭啥应该好早吧 你长得也挺美 我每天做那个 就前面可以直播 每天都有心境的粉丝 不情藏经 形容草原的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夜 从不能想我 这外表吧 真的挺吸引我 真的 你看身材啊 这个长相 你看 深的 你愿意跟叔叔牵手吗 我现在吧 还挺有点难处吧 感情是 就不就把我折磨 就死性活来的吧 可是我也是一个 呃 就是没有感情的人 我可以说先保留意见吧 最下12号他灭灯后悔了 12号是你自己 13号13号 刚才为什么他灭灯了 因为你说要孩子 他可是一个儿子 情况允许的情况 还是准备要的 您的第一段婚姻是因为没有孩子离的婚吗 对 那你和你前妻你们俩检查过是谁的问题吗 我这方面没毛病 我就问你李春燕 你认为这男的咋样 挺好 挺好出来 哎 你俩长得咋这么有福气馅呢 哦 哦 下一步你是不是该说 你愿意给我牵手吗 俩人牵手走了 问题解决了